隔夜 韩国大部分地区出现了伴随强风的降雨过程 预计强风将持续到7日清晨 气温将大幅下滑 部分地区发布了寒潮预警 韩国大部分地区隔夜均出现了伴随强风的降雨过程 在仁川 一批受困于雨水的钓鱼爱好者被消防员营救 城南市一名被急流困住的市民也得到了救助 受强风影响 多地发生了树木设施倒塌的情况 消防庭表示 截至到6日清晨 该机构在全国进行了45起排水支援活动 采取了296项与强风有关的安全措施 6日下午 大部分地区降雨结束 不过强风将持续到7日上午 韩国全国将刮起风速超过每秒20米的强风 大部分地区发布了强风特报 所有海域发布了风浪特报 市民应检查塑料暖棚 横幅等设施和物品 在户外工作时需注意安全 降雨结束后迎来冷空气 气温将大幅下滑 7日清晨 首尔气温为3度 较6日下跌10度以上 江源道大观岭将出现零下气温 江源道山区发布了寒潮警报 翻衡 江源道ULL 江源道收到